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安级的洪华城市分区 取消新区到底是如何抓紧时代的脉搏 在也许这个城市记忆历史而迈的同时 培养出更具懈怠魅力 懈怠化气息的城市 西安首先它是国内电子竞技比赛的发源地之一 通过和平精英这款受众极广的一个电竞手摇 它能够为西安产生一些新的文化 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 给西安这座古城注入了一些更新的活力 以及通过电竞这种新的世界语言 为西安和国际搭上了一个新的纽带 能使西安跟世界有更多的交流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加油特种兵 当我们这次无论是比赛的举办地还是VR活动的开始 都是围绕西安一些拥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去开展 让普通玩家在自己熟悉的场景里面看到自己所玩的游戏当中的元素 其实会带给玩家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个参与感 其实VR战车里面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感应器 我们就是通过这么多手段的一个整合 来让车内的乘客更加沉浸到和平精英的游戏场景里面去 从活动再到P1电竞比赛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和平精英这款电竞手游 它自身蕴藏的巨大能量 我们相信通过电竞材的改造 在过去而言 西安的名片是历史的过程 在今天西安的名片将是十代的潮流 在未来西安的名片 在什么未来发展更纠约的新经济方向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 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等战略经营期的新起点上 P1作为新诺户西安的电竞赛事 我们将提供全新的发展世界 我们将城市历史文化和电竞产业作为文化新经济小结合 将让西安的电竞文化更进一步 文化新经济和历史文化高度融合 绽放新的高度新的魅力